名为Gigk 嗨 我今天来跟大家讲的是 我在Inspire外乡学到的三件事情 那这三件事情是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学过的事情 那我从进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那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好开心的终于上实习了 那也 没有了 好 那进入实习之后呢 我也上网上了 诶 说他这个公司到底在干嘛 好好奇了 发现他在做电话行销 我進去實習要我管理網站 然後我是當十個星辰 還沒有錢賺去實習 到底要幹什麼 然後這樣子進去之後呢 我們都是一樣 好吧 上了那就去嘛 那就每個人大概六五在樓區 就是像這樣子開會 這樣子開會 是像我們的 Elioso經理學習 在這樣子等著學下來之後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耶 可是因為我們總公教學實習生 沒有一個人是商科背景的 那對我們來說 要學伺服器、搜尋引擎、瀏覽器 這些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學完這些之後 還要把它應用在我們的網站內容上 還要做連結 還要做送訊引擎、最佳化等等 這些其實非常的難 那我們在整個學習的過程中 我們學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這些東西都是因為所以 是有國籍的 所以當我們在不懂的時候 我們就從反向而去思考 那這樣子學下來之後 我們的LOS老闆也常常問我們說 有沒有問題、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實習生最後也學到一句 一個很重要的一刻是 在這邊實習被除草不一樣 就像你要準備要填壓式 那這邊就是你要動腦想要發問 好,那我們好不容易大家很辛苦的 學完所有的事情之後呢 所以該開始實習做事了 那我們做事 做事主要是一個按時的工作空間網 那我們這個工作空間網呢 主要是 的目的是將商務中心 還有商務中心使用者彼此配對 那我們網站帳主要提供的就是 這三種的產品 辦公室還有會議室 那我們這樣這邊的照片 全部都是我們實習生 自己去拜訪客戶的時候照的 然後還有和客戶幸福天運先擦來照的 然後呢 我們拿到這些產品資訊回來之後呢 還要自己回去把我們 看商這邊出去全部都寫完 那這樣子整個學習下來之後 我們發現 欸那我們要把這個 我們實習的主要的主角 照顧好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這樣子要我們要 每個人要副的要寫文章 而且要連結 還有管理廣告 還有電訪客戶 這麼多的事情怎麼辦呢 那當我們準備要開始實習的時候 老闆就說 好吧那你們六個自己非分 開始吧 好那既然想說這麼多事情要做的話 我們就每個人什麼都做一點 這樣子好像工作量比較少 很快就做完了 我記得我們第一個禮拜 開始做的時候發現 欸文章寫到一半 就要去建網站 網站還沒建完 又要打電話給客戶 客戶還沒有約完之後 又要做簡報 簡報要做 要簡報之後還要做PPT 非常多事情全部卡在一起 我們發現好像這樣 沒有什麼效率 所以呢 在我們第一個禮拜 實驗完之後 發現欸我們每個人 其實好像做一樣的事情 完全沒有效率 要分工合作 每個人找到自己的專業做下去 才會有效率 所以這個 其實到現在我發現 要做自己擅長的事 才會比較快樂 有效率 有熱情 好 那我們這樣每個人 照著自己的個性啊 什麼分下來之後 我被開放的工作呢 就是要和客戶接洽 要開發客戶 所以呢 我們就帶著我們的網站 去和全台灣比較大的八家商務中心 去和他們續約 那除了這八家之外 我還要再負責找 更多的客戶關我的簽約 那我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只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是用到我學的打電話的電話技巧 和他們說話 然後再來是和他們約解報時間 要拜訪他們 然後最後呢 是帶著我的 拿到的資料回來建檔 好 那做完這三件事情呢 就是 我發現 欸那學到的跟我做其實沒差嗎 那就只是把學到的帶出去而已 第一次第二次 老闆會跟我去說 不要緊張 早上去講好就好了 結果後來發現 好像不太對耶 就是我學 跟實際上好像 真的要自己去做 才會比較有效率 那從第一次第二次 我和實際生自己 把老闆去拜訪客戶 到後來我能力可以自己去見客戶 代表說 欸我是代表一個公司 然後真的可以去看他們 談的時候發現 真的自己上場做比較重要 所以實際到現在 我覺得就是實作 真的比理論還要重要 那最重要還是要 邊做邊學 好那我實際去年 十月到現在已經四個月了 然後我從現在回去看 發現當初想的電話行銷 管理網站好像沒有可能 然後 犧牲的三十個薪水也值得了 沒有洗嘴也沒有關係 那這邊學到非常重要 那也是我的經驗 還有思考模式 還有最後是我的 學到一些專業和熱情 好 然後最後我想要謝謝 四個人 我想要謝謝了 Ignite 台北的主刊 Grab 還有 TV TV在哪裡 嗨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當初 邀請我來分析第三場主持人 我已經在那邊認識了 我現在的老闆 謝謝 然後還有 謝謝親愛的 你來看我多一切 謝謝你們 好的 從周星期六代五 謝謝 嗚呼 嗚 嗚 嗚